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致力于打造业内最强劲的电机 中国制造2025战略中提出 2025年乘用车驱动电机20秒有效比功率应不小于4000瓦每千克 而2021年中国制造的特斯拉Model 3和Model Y高性能版中 驱动电机20秒有效比功率已达到5.5千瓦每千克 同时 每分钟18500转的最高转速 峰值扭矩超过650牛米 在业内也是大幅领先的水平 这些数据意味着什么呢 以Model 3高性能版为例 0百加速几乎3.3秒 实现了不逊于超跑的峰值扭矩和加速能力 而价格只是后者的十分之一等等 事情真的有这么简单吗 高性能电机带来了更强劲的动力 但同时也给工程师带来了不少挑战 持续的高转速产生的巨大离心力将会产生各种隐患 所以无论是何种电机 都很难实现持续的高转速运行 这就难倒特斯拉的工程师了吗 不 我们最喜欢挑战不可能 全新的Model S Plaid 搭载的高性能泳磁电机 开创性地采用了碳纤维转机套 碳纤维可以死死地裹住转子 所以电机可以持续高速运转 让转速直接来到了2万转以上 并且稳定持续地输出高达1000加马力的功率 毫不夸张地说 就是这种突破性的电机设计 让Model S Plaid成为这个星球上最速量产电动车之一 开心一下 电机是怎么转起来的 是交流电 想让电机转起来 需要逆电器将电池的直流电变成交流电 为电机提供能量 逆电器是电机的灵魂和驱动力 它们是不可分割的伙伴 而特斯拉逆电器的秘密武器就是碳化硅 诶 等等 这个碳化硅又是什么 准确地说 这是碳化硅功率模块 它直接决定了逆变器为电机提供能量的效率 市面上的逆变器多数沿用了传统硅机材料 而特斯拉则使用了碳化硅 碳化硅功率模块 能够实现超高的电流转发效率 但因材料昂贵及技术限制 多数厂商只能妥协放弃 而特斯拉通过行业领先的研发技术 垂直整合的制造工艺 成为了业内首家在量产车中 广泛采用碳化硅材料的整车厂 如今Sexy全系车型的电机中 都搭载同样的碳化硅功率模块 让高端材料成为每辆特斯拉的标配 内燃机发展了近200年 至今热效率仍比较在30%到40% 而特斯拉电机效率却能达到令人惊叹的95.6% 同时我们电机的耐久性测试超过120万公里 结构简单 坚固且稳定 几乎不需要保养维护 我们致力于让每一位消费者都能体验到 高效且性能极致的电动车 造人人都能开上的电动车 这就是特斯拉电机的秘密 也是我们坚定不移的使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